HELLO COME ON 來來來 歡迎進來鞋子脫外面喔 這不是我的秘密基地 來介紹好了 這些就是一些你知道就知道 If you know you know 是那個 來給你們聽一下好了 這個還是我室友 有請人家去加持過的 怕吵到鄰居 但是好舒服喔 放鬆溫和 如果想知道NICOLE這樣是什麼味道 來我告訴你 我們家每一天都會用這個 它有所有麥輪的 專門給麥輪的現箱 所以每天就抽一個 然後我就會拿過來這裡燒 然後我們家就會有很放鬆的一個味道 再過來這裡 都是一些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東西 那這個是最新加入的內蒙古 買的馬酒 馬奶酒 它有一個小杯子不知道跑去哪了 但anyways 反正就是還有蠻多的 因為喝一點點就會覺得很重很重 這個是好像是那個 他們的那個角 I don't even know anyways 這是從內蒙古帶來的 下面的 但是這要請我室友示範 它是一種那種西部牛仔會有的一種聲音 它就會 彎彎彎彎彎彎 有一個 對 看就這樣 彎彎彎彎彎 就會這樣子很特別 那這是我妹妹的烏克莉莉 我就是在13、14歲 有人送我妹妹這個烏克莉莉 我妹妹她都不用 我就跟她借過來 自己就要自己彈烏克莉莉 然後我覺得彈得不錯的 我就換到吉他 日學吉他 從這功克莉莉開始了 手蝶鼓 手蝶鼓 那它就是 它其實也是有Dorae Mi的啦 可是You know 我還是就是喜歡隨興隨興的 對跟著感覺 Yes 但是大部分時間我都是花在這台 這台朋友上面 PS5 那它帶給我非常多的快樂 我每天就是上班完 就會坐在沙發這裡 我就會這樣疊著 然後呢 坐著 拿著遙控器之後開始玩 你玩超時最長的遊戲 OK 叫Dead by Daylight 多虧了Josh Josh把他的帳號給我 所以 我很多買不起的遊戲 都是跟Josh拿來的 這個是Josh的帳號 他的Josh從來不會用他本名 去註冊任何東西 所以他這邊的帳號叫Coral 跟鬼追來追去 J by Daylight叫做黎明死線 所以他說他是生存恐怖遊戲 他沒有恐怖 是刺激 因為後面有個鬼在追你 會覺得 哇好爽 我們先不看這個 我們回歸正題 這是我的室友 Welcome 這是JJ 他是物理治療師 他也是同時有做一些催眠的 大家有機會 Follow他的帳號 JJ J520 你的IG叫什麼 JJLOVEYOU520 JJLOVEYOU520 最終一下 這一部分很重要 剛剛他們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口黃琴 藉由震動來發出一個樂器 很酷吧 謝謝 他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然後我常常有很多心事 也會找他聊 然後他的女朋友 也是我最好的最愛的人 莉莉他是一個寵物訓練師 來莉莉來 他平常會幫人家遛狗 帶牠們出去 然後他同時也是訓練動物的 對的 我最好的朋友 訓練動物還訓練士族 對 他是個非常有散良的女生 蘇莉你的天使貓貓就是他訓練的 對 對對對 大家有機會 可以找莉莉訓練你的貓咪 OK 下面留言說我要 好的 謝謝莉莉 謝謝JJ 好 哈囉 來這隻是十一寶寶 十一寶寶 他是一隻純布偶 他的藍眼睛 跟他的灰毛 有沒有好乖 十一兩歲 我都有幫他辦生日派對 十一有沒有好乖 咪咪啊 這隻是咪咪 咪咪是我室友JJ 莉莉的baby 他好像有點混血 不知道混哪裡 但是他有一半不偶 差極無敵可愛吧 咪咪是一位大美女喔 他超級貼心善良 他喜歡被摸 他要你怎麼摸都OK 七個月大囉 他準備要結紮了 好難過 好 來我的小廚房 其實我是一個還蠻喜歡下廚的人 每一天都至少會煮早餐跟晚餐 特別是我全家只有我一個人會真的煮飯 所以這就是我的小空間 飯鍋 還有氣炸鍋 這兩個都是可以連線 所以其實我在回家前就可以開始先煮 這裡有一些收納 這是米 然後這是爆米花機器 有我們看你用過啊 在我的IG上面 他說他有在做飯 那我們來看看冰箱裡有什麼 哇你連東西都擺得好整齊喔 就我很講究 非常講究 都放著 我們要在排隊耶 對啊 因為我 我們家都會去好吃多大囤貨 現在都快喝完了 就是一定要一個一個排好 一定有規律的 然後我很喜歡吃這個 那個大黃瓜 好爽這種大的 果然和美果 全都是肉 牛角肉是幾塊 然後 這個是那個水餃啊 然後這是 花椰菜飯 你的名牌掛在上面 Oh my God 對 我應該是所有WTO裡面 最常弄不見這個名牌的 沒有 因為你都直接帶回家 我都不小心帶回家 所以我帶回家蠻多個 欸我告訴你很誇張 我那次去看喔 就我一個人的名字做了10張 你都知道我的吸球量很高 真的蠻會收納的 這是紙袋啊 這是塑膠袋 清潔用品 你連那個盤子都給我照大小排好 喔對對對 按照大的小的 大的小的 那如果像JJ他如果 比方說盤子亂拿 你會怎麼樣 OK 就是JJ他的個性就是 拿一個東西 忘一個東西 所以我常常杯子不見 因為都在JJ房間 對的 所以有 這是JJ的小毛病 但是OK 我們是家人 所以沒問題的 對的 我非常怕蟑螂 所以這個動作一定要做 就是把水槽刷乾淨 然後把那個廚餘啊 什麼的都趕快丟掉 然後我垃圾一定會打包綁起來 放門口 因為那個是我室友該做的事 對 垃圾隊 有個垃圾團隊 然後妮蔻是清潔家裡的團隊 喔 可是這樣也在 妳這每天喔 對每一天 好接下來有要去我房間 但是在到我房間之前 Yes 這裡是個小書櫃 有我的還有我室友的書 像這些 像是醫生會看的書 像什麼身體調節 那都是我室友的 但是像一些身心靈的 比較偏向我 像是 這一本書 其實就在講 有看過腦筋急轉彎嗎 在講這個 Nicole很難過 Nicole是一個很難過的人 所以Nicole看了很多書 想要幫助自己找 正向一點的思考方式 我從很小就開始蒐集米勒佛 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常常去印度 我爸就說 妳有要什麼東西嗎 我就會說 我要一個佛陀 我就是從小就會蒐集各種佛陀 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米勒佛 就是一種很開心很開心的感覺 這個是從尼泊爾人買的 就是很特別 剛好就是很配他這樣子 我現在要先看最重要的地方了 來 香香的地方 香香 OK我房間 我沒有做任何裝潢 所以就是簡單的房間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不在這 睡覺前我就會躺在這裡 看一下電視聽聽音樂 按摩一下腳 對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房間 還有這個星空燈 所以晚上我看到的是很漂亮的星空 哇 對 妳會開著入睡嗎 不行 因為我很對光太敏感了 所以其實我睡覺的時候 是會把一半的枕頭拿去擋那個窗戶 我死都不願意買窗簾 化妝品都在這 其實沒有很多 因為NICOLE是一個需要什麼就買什麼的人 我不會多買 妳真的化妝品沒有很多耶 就是需要什麼買什麼 然後我如果覺得這東西好 那妳有需要窗簾嗎 就是死都不願意買窗簾 妳有需要窗簾嗎 快買 其實是需要 但是我太懶了 而且這樣妳會跟隔壁的人面對面 如果他在外面 所以我才會擋住 那妳的買窗簾 好 買 買 好接下來就是一個小書房 那這個是書房 還有slash貓咪的房間 再一個slash倉庫 怎麼寫槓房間啊 就是好這一部分 就是書桌工作的 然後這一個來給妳看 這個很有趣喔 這是在美國買的 Magic 8 Ball 妳可以問他一個問題 比如說 等一下 看一下羽毛 OK 來打開 拜託不要耶 他說ask again later 他說等一下再問 妳看吧 他有看 好有個性的一顆球 這是我以前有養鳥 兩隻愛情鳥 那牠們過世了 一直過世了 一直飛走了 我們都聽過牠的故事 對的 我還寄到警察局 但是妳那個室友不是現在的室友吧 不是喔 不是喔 OK然後我妹妹 就畫了這幅畫送給我 然後我收到的時候 其實我就眼淚就掉下來 因為 牠那天過世的時候 我看天空是粉紅色的 那我那隻鳥剛好是粉紅色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我妹妹竟然畫出粉紅色的天空 哇 超級感動的 我到現在都還有留牠們的羽毛 在我的化妝桌那裡 不擠 不擠的 然後這個是Pichi 他們的羽毛 啊啊啊啊啊 就是我的小寶貝們 牠永遠都在我的心中 下面這邊 就不能人類禁止進入 這邊是要用爬的 裡面就有我貓咪的餵食機 然後那邊有個小窗戶 我兒子就很喜歡就在那裡睡不覺 然後他那個窗戶是看得到我房間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可以跟他對到一眼 OK 一直就是我的家 謝謝大家 可是跟 我覺得跟平常大家想像的NICOLE家 好像真的蠻不一樣 真的很整潔 因為像你看你說你名牌都會忘記 可能大家會以為 NICOLE可能是比較傻大姐忘東忘記的 YES 其實我是有這個部分的我 覺得那就是天生耶 那是生下來就這樣 我用很多後天的力量 去讓自己不成為這樣子的 所以很多事情 原本是有缺陷的 用後天努力 也可以讓你有 這樣子乾淨整潔的人生 真的好 你房間真的好乾淨喔 謝謝謝謝 那今天很謝謝大家 來 OK 下面幫我留言說喜歡 OK 謝謝你們 掰掰我們下一次見 今天常一天會非常的晚多久 每天花15分鐘 很認真耶 通常都是這樣很隨便 我在那邊看電視 你知道嗎 對啊 來我家看我貓狐狐犯 好啦 好啦 好啦